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棒 本来是想体验一下调整之前的死门凯 但没想到碰到了漂浮培文 这个忍者确实很难打 不过好在他三个通灵全都交完了 这样的话百合钢手把这个忍者换掉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很可惜这个百合钢手没有坚持了多久 第二个忍者惠图二代直接把我这个忍者给带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保底的白面具 现在的情况就是对面的人者数量占优 但他手里没有通灵 我手里还有两个通灵 第二个忍者是惠图二代带了个霸体 我们开局引他一个技能 但是没有反应过来被他技能直接拿了先手 他两个技能全都交完 所以说我提升他只能通过走位或者是放秘卷 先一个技能过去引一下 二技能想引他霸体再放 但没想到他通过走位全都绕掉了 那我们直接反弹 然后顶一个通灵 这个通灵的目的就是把他这个霸体秘卷引出来 那这样的话他下个合合手里没有秘卷了 也没有通灵啊 所以说我就会更好打一些 先一个技能拿了先手 普攻往外面带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普攻的位积 先骗出他一个提升 提升出来以后 我们稍微拖延一下秘卷的CD时间 二技能冲过去 反弹快速顶掉 那他这个互动二代就直接没了 不过很可惜啊 我最终没有拿到四个斗 只拿到了三个斗 然后来看来 最后剩一个白面具 带的是一个封印秘卷 最后一个忍者 实现拿到先手的话 优势会更大一些 我们直接一个技能 莫奖成功 普攻过绝 他放了一个兽机秘卷 那我们先通过走位绕一下 躲掉一个技能 但是另外一个技能没有躲掉 他拉到中场 想要开大 我们先不着急 等他偏移出来一点以后 我们再快速替身 抓到机会 我们快速用二技能 再拉一波伤害 他如果替身的话 我们手里有秘卷 有通灵 所以说我先用反弹 拉出来 然后再顶一手通灵 你这个时候开大 不好意思 我也有 扫兔 机会 订阅 机会 喧 客来 哎 请